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花开见佛 就正无僧法人 那是什么呢 真的阿伯悦之无僧 一点都不讲 如果没入这个境界 也能往生 叫待业往生 这是这个法门 无比殊胜 八万四千法门 没待业的 只有这个法门 准许你待业 待业往生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方便土 同居土 同居土 就是我们这边六道 方便土 就是我们四身法界 可是西方的 这个同居跟方便 跟我们这不一样 我们这里有障碍 等次不一样 见不到 西方极乐世界 这平等世界 没有障碍 这个好比我们在学校念书 小学 中学 它不需要在一个学校 小学生不能到中学去 中学生他也不会到小学来 小学里头还有班级不同 同一个班级是同学 不同班级 虽然是同学不常见面 但不在一起上课 极乐世界很特别 小学 中学大学 在一个教室上 是天天见面 真的是同学 小学一二年级学生 跟研究班一二年级的大学长 这是兄弟称呼 同学 天天见面 这是极乐世界 不可思议的地方 社防世界 没有这个状况 没有这种信心的 殊胜了 所以极乐世界 一生一切胜 就是你生 凡生同学徒 好像同时也就生方变土 生是暴徒 这是为什么 释迦弥陀 劝我们往生 受方世界祝福 也劝我们往生 道理在此地 我们这一生 要是不能往生 怎么对得起释迦 怎么对得起弥陀 怎么对得起释放祝福 我快篇 了 我可以说